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大家看了今天一个大新闻吗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美国著名影星威尔史密斯打人了 原因是主持人克里斯洛克 他拿威尔史密斯的夫人太太开玩笑 说她很像魔鬼女大兵当中的女主角 因为这个女主角她是个秃头 而威尔史密斯的太太 由于她自身免疫缺陷的问题 一直在掉头发 然后威尔史密斯就上台 给了她一巴掌 全场懵逼 直播的时候还消掉了这一段的音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首先要说的是 这个打肯定是真打 这个主持人是货真价实的 挨了一巴掌 这不存在排练的可能性 很简单像奥斯卡学院讲 这么一个高规格的 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典礼活动 是不可能安排这么一个环节的 也不可能事先去彩排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要知道在这么一个高规格的典礼上 动手的话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面是不高级的 也是很野蛮的 克里斯洛克这货典型的 就是脱口秀说多了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所以他一直用喜剧演员身份 去做挡箭牌 在其他的场合 他经常去调侃别人 再加上奥斯卡这么一个庄重的场合 他觉得自己现场调侃了演员 不至于翻脸 所以就拿这个来口嗨 但是有一些人 他支持这个主持人 他说本来脱口秀 就是一个冒犯的艺术 只有冒犯才好玩 才有意思 才有笑点 这样理解人不太准确 冒犯的点 可以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 但是不要用刻板印象 痛苦隐私这些东西 去戳别人 作为一名脱口秀演员 调侃和讽刺确实是基本技能之一 但是调侃的对象 不能是疾病的对象 或者说有生理缺陷 你可以调侃这个明星 他经常演烂片 可以调侃他过气了 甚至可以吐槽某位明星 他的人品等等 但是威尔史密斯 他的妻子 本身就因为免疫问题 而在掉头发 是别人的痛处 那这样你自然就激怒了对方 因为谁也不希望 别人在这方面被冒犯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告诫了我们 平常在公众场合讲话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注意情商 你的嘴不能太损 不能太贱 否则呢 你会招致一些灾祸 不要觉得脱口秀也好 开玩笑也好 就让你具有天然的豁免权 开玩笑还要注意一点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分场合 以及呢 你要看跟对方的关系亲疏 比如说 如果你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你可以开一些玩笑 别人不介意 但如果说你们两个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情 不太认识 你随意开一些玩笑 别人自然就很恼火了 就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吧 之前呢 我去上一个培训课 完了之后呢 就跟一个同桌 我们刚刚认识 他坐在我旁边 这人呢 是从海南来的 因为海南太阳大吧 所以他就晒得比较黑 而我呢 是在北方 在北京 所以呢 我跟他比我就比较白 然后他跟我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看了一下我的皮肤 然后貌似呢 有点想破冰 跟我开玩笑 拉近这个距离的意思 然后他就说 哎呀 同学 你看 你的皮肤怎么这么白 他本来如果说到这的话 我会会心一笑 还能成为朋友 但是他接下来又补了一句 他说 哎呀 你这不会是白巅峰吧 你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 对吧 我在心里骂他是傻叉 你知道吗 但是我没有像威尔史密斯一样上去打他 咱们回到威尔史密斯这个事情 在舆论上引发了一个大家的一个热烈的讨论 主持人开他夫人玩笑 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但是呢 如果冒犯的玩笑被暴力解决 而公众又跟暴力者去共情 站在暴力者这一边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让人坠坠不安了 你看那么多人为威尔史密斯叫好 说打得对 打得好 从威尔史密斯的角度 他值得被理解 因为确实被冒犯的是他这边 但是呢 我不太认同威尔史密斯 直接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虽然说事出有因 貌似显得很正义 只是貌似啊 但其本质是 面对错误问题的时候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实施了错误的行为 我认为这件事情呢 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比如说威尔史密斯可以站起来 现场讽刺他 或者说到化妆间后台的时候 在揍他 但是在这么一个公众的场合 直接施展暴力 这确实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 而同时我们也不应该 为这种暴力来叫好 以暴制暴 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现在这个主持人是一个男的 如果说当时站在台上的是一个 女透口秀演员 是一个女主持人呢 如果观众为暴力解决愚蠢的玩笑 而叫好 那以后是否会放大到 当你在沟通当中 为对方的言语所刺激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 很多人他如果是无心之师 或者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去使用高级的幽默 或者高级调侃的时候 那他不就倒霉了吗 你们觉得呢 你们认为威尔史密斯这个行为是对的呢 还是错的呢 他应不应该打人呢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